武当五行养生宫归行 第五是福地寻根 那么这一个动作和上世霸王举影是相连的 老子说万物之生也柔翠 其实也枯搞 就是说所有的生命形式 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是自柔的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的筋骨越柔软 我们的动作就会做得更灵敏或者更有力量 反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身体 开始僵硬的时候 就代表着我们进入衰老的一种状态 那师兄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柔软 从而延缓衰老的 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进行非常多的基本功能训练 生命在于运动 就是告诉我们动作为三分动 七分静 那么养心的时候 养气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是静练 所以柔软的练习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做非常多基本功能练习 比如说压腿 活生压腿 还有就是比如说公布压腿 包括我们的公布的一种压腿的一种方式 对 身体要正 还有我们经常要去压一下我们的叉 对 皮叉 对 要把我们的筋骨腿上面的筋骨一定要拉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 伏地群根接上式 身体solo 自然下垂 弯腰 两手开始慢慢地收到我们的腰间 两脚与肩筒翻 然后俯身 整个身体俯身下去 两只手向天空伸出 从两侧打开抱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意念呢就好像感觉到 从地底下把一团灵气 就是我们吸接地根吸气的时候 感觉从地底下把一团气环抱起来 吸气 从地下挖起来 然后还是一样接上式霸王局底 从两耳朵旁边 向上托举 吸气 下额微收 舌顶上额 好 食指相对 下收 两膝微曲 两只手 身上要松 从两侧 尽可能地向后打开 抱圆 好 微微地往下蹲 身体要保持中正 从两侧 划圈 从耳朵旁边慢慢拖举 向上 对 身形尽量地打开 接霸王 霸王局顶 好 手一轴心 对 划圈 十颗手指 四指飞直 四曲飞曲 向上延伸 好 握拳 从两侧 向下 收回 整个身体就像收紧一样 先收紧 两个肘 在胸前 这个地方夹起来 对 在胸前夹紧 好 开始 伏地寻根 弯腰 两手向后 向前抬走 然后打开 对 好 十颗手指伸开 好 转手腕 对 好 向下抱圆 好 抱圆 起 举拖 好 自然站立 好 这就是武当五行 雅生宫 归行 第五诗